这根竹子生出一个女婴 被一位老农发现并带回家抚养 转眼间过了15年 曾经的婴儿已经长大成人 并且成为一名运动员 但最近女孩变得有些怪异 每当月圆她就会来到天台 自言自语和月亮说话 白子发现女孩怪异举动后 立刻将此事告知男友凤元 为了弄清楚背后的原因 凤元准备前往女孩家探访 在路上碰巧遇见了女孩 她立即停车跑上前 没想到女孩见到她 却变得神色慌张 静止跑进前方的竹林中 凤元察觉到不对 紧随其后追了上去 就在这时 一缕月光照在女孩身上 同时还有一道声音 公主殿下 明日就是十五之夜了 我将前去迎接你 我只是一个出生在地球 在地球长大的普通人 但是公主殿下 您能听到我的声音 就说明您不是人类 这时凤元出来大声呵斥对方 并转身安慰女孩 这一切不过是有人在恶作剧把 回到基地后 队员监测到月球表面 刚刚发生了大爆炸 而且十五年前同样发生过 此时凤元恍然大悟 女孩今年也是十五岁 于是她把在竹林听到的话 告诉了队长猪星团 原来是这样 明日十五之夜前来迎接 第二天 凤元早早来到女孩家 保护她的安全 这时女孩的父亲也道出了事情 原来在十五年前 一道闪电劈进了竹林 她心怀好奇前去探查 却发现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在断裂的竹子中大哭 那婴儿正是如今的女孩 凤元表态 既然女孩在地球长大 便不会让她被人带走 防卫队的其他人 也都进入警备状态 就在这时 一颗圆球降落到地球 防卫队立刻开始攻击 但都毫无用处 这时圆球变成一只怪兽 她释放出金光 照耀在女孩身上 让她变成了公主灰夜机 众人见到这一幕 也都被惊住 凤元剑形势不妙 立刻跑到无人之处 变身成雷欧奥特曼 她冲上前抱住怪兽 把她甩了出去 阻止她接下来的行为 愤怒的怪兽 直接释放出金光 闪花雷欧的双眼 趁机吐出射线 将雷欧乍翻在地 接着又变化成圆球 不断地碾压着雷欧 女孩大喊怪兽住手 她决定跟随她回到月球 但雷欧并不放弃 她拿出了奥王送的披风神器 怪兽再次释放射线攻击 全都被挡住并反弹回去 紧接着 雷欧将披风甩到怪兽身上 封住了她的光线技能 局势瞬间发生了逆转 怪兽被打得哀嚎震天 雷欧接着一个光线技能 将她打成重伤 公主殿下 请你回去吧 突然怪兽眼中释放出光线 击碎女孩胸前的月牙吊坠 一道月光景跟着落下 女孩好像失忆一般跳起了舞 任她父母如何呼喊都没用 原来那个吊坠中 蕴含女孩对人类的感情 一旦破碎她就会忘掉所有事情 最终女孩跟随怪兽回到了月球